马路上车流庞大 一辆黑车进不顾路况 不打双簧灯跨械 往左切撞伤来往车辆 遭撞驾驶无奈报警处理 竟发现肇事男子浑身酒味 进行酒测职居然还抗拒动手 男子态度嚣张呛瞎 飙骂脏话还被测出酒测职 1.17严重超标 涉及公共危险 被警方逮捕还想激烈挣扎 酒测袭警案发生在台中男团 66岁纯姓男子 在东兴路一段撞上47岁 穴姓男子自小客车 一开始警方到场超配合 但听到查验酒测突然大爆炸 不止辱骂远警还试图攻击 最后依公共危险 妨害公务逮捕送办 记者成功人彭与飞台中采访不到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在这边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好